李奇老师的戏特别好 他写本子别人都不会写 追车 追马 车上树 就这么几段 一个本子出来了 而且李奇还是个热心肠 你求他办什么事 他就是认真真地跟女玩 你比如说身体不舒服 他要告你到武警院 你找谁 找谁 太热心肠了 很热心 所以这么多年 没在一块 虽然是不见面 但是心里始终想着他 你们怎么能一下想到他呢 因为丧了巴基 哥 今天您来 您给大家介好介好兄弟 他们哥俩要是相比 永远文质彬彬 立立缩缩 干干净净的是这 在身上能找着瑕疵的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嘚瑟 走路嘚瑟 走路很踏实不露相的 是他 是老大 说话永远先张嘴的是他 语速快的是他 永远是他 外人为什么分不出他们俩来 就是说他很机智 也就是说得比他们还机智 才能分出他们俩 谁是谁 就意思说 就比较你 我都扭扬自己 全中国的观众都认为 我是哥哥 他是哥 对 他是弟 我是弟 你是弟 对 就是你外人通过这个状态 就是他说话 他身上的感觉 跟脸上的感觉 和他说话的那个态度 他有统治感 对 协调 你就说协调就完了 这真没文化了 是 是有感觉 协调 还有指挥 指挥欲 他不是那种得理不让人的人 他说到了 他绝不补充 女孩子们 要说他们哥俩喜欢谁 一定喜欢他 对 为什么 第一 他说话有统治感 第二 他安全 为什么 你统治感了 对于压倒一切的那种感觉 那比如说这个 您三个人在一个剧组里 女孩子们是喜欢跟他俩聊天呢 还喜欢跟您聊天呢 他俩在一定是跟他俩聊天 为什么呀 他老啊 我是这个 我是这个 当了把鸡 当了把鸡 对吧 对吧 不可能会跟我聊天 不可能会跟我聊天 当然 当这些孩子们 在他们那碰到难题的时候 不管是他俩 还是那些女孩子们 都会来找我 对 我会告诉他们 该怎么办 办 他们到这来是领取智慧的 不是获得肮脏感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